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3月2日 不是2月了,已经3月了 那么今天谈谈栗战书 海外的网站上呢,最近有一段时间 谈论一个新闻,讲到什么呢 讲到栗战书为他的女婿啊 一位姓蔡的商人啊 说是他呢,本身是新加坡籍 患有这个新型冠农病毒啊 那么栗战书为了治疗他的疾病啊 竟然派专机啊 从这个武汉呢,把他接到北京去了 说是到北京去以后 301月啊,救治啊 遭到了西区高肝病房的老干部们的抵制啊 这个消息也说传到习近平的耳朵 耳朵里啊,习近平大弄啊 这个消息在网上就给盛传 我看到有很多人发表了一些文章 这个本人认为呢 这种可能性等于零啊 应该是个假新闻 为什么呢,你看 栗战书现在对习近平来讲是特别重要 我们知道习近平和栗战书是这个革命战友啊 两个人的交往啊,交情非常深 在河北的时候啊 这个习近平在镇定啊 这个栗战书在无极限啊 两个人经常到了周末 各三擦五的啊 就整点花生米啊 整点小酒喝的 两个人那时候就挺 非常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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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需要点缘分啊 那个时候习近平不得字 李战书也不得字 也没想到 那有今天这个邪恶的位置 所以说那时候 他们之间的交往应该讲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还是 这个值得怀念 后来就李战书 在这个腹部级的这个位置上 折腾了十几年啊 没有得到提升 非常的这个 不如意啊 幸亏习近平后来 这个义军突起啊 带动他啊 这个 说不定习近平给他找人的说情啊 所以说把他这个政治的 生涯的命运改变过来 所以说习近平特别在乎李战书 你看现在 在纵用这些高官啊 特别是各个地理 封疆大力方面 宗主部 这个下的文件 但是这里面起作用的人 都是习近平身边这些 幕僚啊 固有 老朋友 老同事 那李战书 很有发言权 前不久我讲到这个 清荒岛这个市领导变动 这个都有这个李战书的 这个参谋的可能性 所以说习近平 这个不可能 为了这点小事啊 去 假如真有这个事 习近平不可能大弄 为这个事大弄 他不上 而且 这件事情违背常识啊 一个是李战书 不可能做这种 这个太傻的事 太简单的事 因为既然他的女婿是 大富豪啊 根据网络的消息 那是非常有钱 说是香港这个叫半岛酒店 说他的母公司叫 这个香港上海大酒店啊 说是这个股份呢 这个姓蔡这位商人啊 拥有10%的股份 那就了不得了 算起来就十几亿 所以说这样有钱的商人啊 都有自己的专辑 怎么可能去做这个 李战书拍的这个 这个专辑 人自己有私人飞机啊 即使没有他这个圈子里 非富即贵啊 有钱人太多了 打个电话 拥有私人飞机的人 在中国现在目前已经讲 不是什么新鲜事的 所以说 他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政治风险 在现在这情况下 这个习近平 李战书等人呢 得罪了很多中共 这个利益集团的人 各个派系都现在 这个比较恨 这个习近平 盯着他和李战书的一些事情 说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这个 出这么大的事 所以本人认为啊 这个可能性是 是不存在啊 那但是为什么 网上流传呢 就是因为 他得罪人有阵敌了 人家烦他了 我们知道习近平 这个现在内政外交 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失误非常多 那么失误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有 这些参谋 包括李战书在内的 这些 老朋友老同事啊 瞎参谋 这个出点子 出错了 这方面是个原因的 因为李战书本身 也是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的啊 和我这年龄差不多少 由于他没经过正规的 这个 这个完整的系统的 这个高等教育 这工农农学员都是这样 这个深吞活泼的啊 这个学习了一点东西 大部分都是文革 那个 余读那些啊 这个垃圾 垃圾事的基础思潮 存在着脑海当中的 所以他给习近平 出这些点子 这个肯定没有什么 太好的点子 这点是肯定了 那么至于说他的女儿 根据网络消息讲 这是这个 盘上了一个 不是盘上了 应该说新加坡纪 这个商人盘上了他 这才是 讲的才对呀 因为那么高的位置 那样显赫着家庭 那肯定呢 这个一人得势 既全胜天 父亲是 这么中共的一个高权 最高的权贵 仅次于啊 习近平之后 最高的权贵 那肯定他女儿 那真是 很多这些 有钱的商人 都想巴结了 那么说他女儿 现在在叫 这个 在一个公司工作啊 在中信资本 说是当副总裁的 那么这位新加坡商人啊 也在香港经常出席一些活动 等等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博奥论坛呢 就香港华金会啊 还有北京2001年成立的什么访问团 2001年有一个访问团呢 是香港还有2011年军事下令等 这个 这个 李战书女儿都参加了 这个林郑月儿 还和他 在一个场合上露面 这个是 可以是 比较符合情理 你想那么大的高官 她的女儿 走到哪里 都有一些拍马屁 不论是政界 商界 那都是 可以这样讲吧 这个 如果人家能看一眼 对他们来讲 都决定荣幸的 在中国这个政治 语境当中 都是这样 你是当官的 人都霸击你 你像当年 这个王洪文受的 毛主席是撞死的 国家副主席 那个 那个时候 这个霸击王洪文的人 都非常多呀 但是你看王洪文最后倒霉之后 这个由于他是吉林省 吉林级的 他所在那个家乡的 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 一看他倒台了 把他房顶的那个 房梁什么木桶 都给他拿下来了 这人情冷暖 这个寸心之上 只有当官才知道 其实习近平心里 也非常远远清楚 这个文化大革命 倒霉的时候 有些人对他的态度 现在 他这个 盘升了中共金字塔的顶尖 所以 巴结他人很多很多 他也不太相信 他最相信是栗战书 因为栗战书 当时他在这个 镇定的时候 那时候 没有多人能够看得上他 很多的高官 都来整他 所以说他现在 这个对栗战书 肯定是 比较给面子 那么 这些关于栗战书的 这个负面新闻呢 实际上已经不是 这第一次 这个 有这个报道 我们知道 在2017年 这个 这个 曾经有一次 这个香港的南华早报 就吃了个苍蝇 为什么呢 他在这个 十九大吉祥召开之前 这个 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就有一个 这个南华早报 就刊登了一个作家 撰写的篇文章 这位作家 叫任美真 他就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香港 这个新加坡籍的商人 姓蔡的商人 拥有一个豪宰 价值多少多少 就非常的 耸人听了 就吸了 当时也是 造成了舆论界的 很大的轰动 但是随后 这个南华早报 就检讨了 道歉了 文章也删掉了 那么我们知道 南华早报背后是 马云 在操控 掌控 但是马云掌控 他不可能 编辑部发一个稿件 马云就知道 这就说明有可能是 这个恨这个 栗战书的 这派系里边那些人呢 这个通过文人 发出这么一条消息 那么反映了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和这个近期啊 有关栗战书 用钻戒顿 去回北京治疗 等等 这个事儿都类似啊 都表现了党内的派系 斗争的一些 微妙的一些情节啊 因为这个 有句话讲得好吗 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 这个历来都是如此 各个派系 你看表面都是个共产党 但是他们内部 表面的场合 他们显得就是团结一心 一个目标 双双双双双 实际上啊 这个桌子底下 勾心斗角的 这一点和美国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老川普也是 和这个 他的对底派啊 和民主党 也是大得一大糊涂 只不过人家的争斗 是放在这个表面上 放在媒体上 让老百姓能够 一眼就看穿 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真的需要 那个观察家 像我们的观察家 去猜测 去分析 如果你分析靠谱 他们看的人就要多啊 所以李战书这个事啊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 这个上一次 这个南华走 哇这个事啊 就是 这个后来马云发现了 这个李战书肯定不高兴 所以赶快指示 报社管理层 删稿 盗窃 那么 你可以看出 中国这个媒体的 从业人员的 这个软补病啊 因为这个专制集团 这太厉害 领导人 手里有个拳子后 既可以操控这个舆论啊 撒谎 吹龙编故事 又可以攻坚法师 进入党中啊 下个令就可以抓人 知鹿为马 徇思忘法 所以说 文人也害怕啊 因为没有法律的保证啊 不像这美国 美国宪法保护 这个言论自由啊 所以说这点也是 这个很令人遗憾的啊 那么 这个消息 这个也反映什么 目前 这个整个的社会啊 这个包括党内啊 这个舆论这个界的焦虑 也就是什么 对习近平也好 对栗战术 都非常有意见啊 那么这个消息 发布之后 我看这网上 现在冷却 人们的在议论 这个纷纷啊 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呢 发表了一些 这个观点 去做一些猜测分析 北京有一个 这个评论人士 很有意思 叫花坡 他经常发表一些观点啊 有的观点也挺原味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听说他被 骚扰或者被抓呀 这很有趣啊 他就认为 这个 他的观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 也就认为这个事 反映了 这个党内的 这个权力 这个斗争啊 那么 本人认为啊 这件事情 总之吧 不可靠 但是呢 当成一个马路西文 听一听 开开心 特别那些 比较憎恶这个 这个习近平 及其团队啊 这一系列 失策的一些读者来讲 就心里就是 有点 耍一耍的 如死而一样 究竟能改变什么 这很难说了啊 那么今天的 这个 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